谈这个人民币国际化呢 其实我们最主要的还是看一看 它目前的现状是什么 前面我说到了这个在经济层面上 其实中国有很多对经济运营大概知道点意思的人 都感觉到了不妙 新闻里炒作的人民币国际化 越来越多的国家使用人民币进行结算 这是个坏事 不是个好事 对美国人来说 他们有这个担心 跟军方的担心道理是一样的 无论是政治家还是军人 甚至银行家 都这样不断的扩大 在他们的领域内 中国政府对他们的冲击 如果说再有一点事实作为印证 让他们抓住机会放大一下 那么就更开心了 因为现实需要 你的对手是一个强大的 咄咄逼人的 正在向你逼近 这会有一种紧迫感 在舆论宣传上 对他们将要采取的下一步的动作 以及未来有可能获得的功勋 都是一种点缀 这是一种必须 但事实上 人民币所谓的国际化 尤其是现在 这么多国家用它来结算 实际上是怎么发生的 意味着什么 其实我相信 稍微对经济了解一些的人 都非常清楚 为什么宣传和事实不太一样呢 是因为宣传它需要 中国需要提振民众的信心 西方需要宣传来自中共的威胁 但事实上 涉及到经济层面的 大家的看法是不一致的 事实其实很简单 大多数使用人民币结算的国家 把贸易所换来的美元 作为外汇储备 与中国进行的贸易 往往他们采用人民币交易的方式 其实就是在有限的环境中 用人民币来套取来自中国的资源 这种资源绝大部分情况下 是对等交换的 人民币在中间 起到的作用是一个白条 你可以把美元也理解成一种白条 但是美元在全球范围内通用 而人民币目前只限于对中国的贸易 那无论你转多少到手 它最终的发行方 它最终的发行方和使用方 绕着圈子是围绕着中国的资源和中国的产出 在进行交易 这也就意味着中国人印发的人民币绕了一圈 还在他手上 没有产生他想要的那种国际助币权 这对发行人民币 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在全球范围内加大 人民币贸易结算的这个中国政府来说 应该这与他们的初衷是背离的 但是有一些好的迹象 第一冲击了美元的霸权 最起码宣传上可以抓住 第二 当人们习惯使用人民币贸易的时候 人民币走向国际化 好像迈出了一小步 积小胜为大胜 最终总有一天 中国的人民币可以走向世界 抱有这种想法的人 在今天应该来说是很多的 尤其是对中国人而言 在中国内地的人 大多数可能是持有类似的看法 就是有一点自豪感 对未来增强了一些信心 但他们并不知道 整个这种现状并不是中国政府所期待的 他们也缺美元 他们也希望 在交易的过程中 能够换到更多的硬铜货 而不是用人民币在进行 这种 类循环 人民币之类的 所有的贸易 对他们而言 其实意义都不是很大 人民币真正要走向国际化是 能够流通 能够沉淀 能够被作为各个国家的储备货币 甚至 这些贪官污吏 前政权的官员 也能用人民币 作为他们资产的一个备份的方式 如果真的能走到这一天 哪怕就是看到一点点希望 中共这个政权也会非常开心 因为他们发行的这些货币 包括超发的部分 被人们留在手上了 没有进入流通市场 就像我们已知的美元一样 如果美元有哪一天 完全流向美国 成为美国专属的国内流通货币 美国人一定会选择战争 因为国内市场容纳不了这么多美元 美元印出去 让其他国家进行储备 让其他国家的领导人 贪官污吏们 存在手上 存在各个银行的账号里面 这才是目前的现状 也是美元没有出现暴跌的原因 当然了 美元这么多年 从它发行到现在 是吧 暴跌了多少回了 它实际的购买力 下降的几乎无法计算 但你别忘了 它没有崩溃过 而人民币会不会崩溃呢 什么时候会崩溃 这个没有人知道 就如同存在了七十多年的苏联一样 你见过哪个国家拿颅布当储备 然后直到今天还沾沾测洗的 你告诉我有一个吗 从苏联解体到今天 颅布贬值至少三万多倍 那人民币会不会有这么一天呢 咱不谈别人 咱就谈谈各国的央行 我告诉你 没有一个国家 哪怕是今天跟中国正在进行 用人民币部分结算 进出口商品的国家 也不会这么傻 因为这种风险是一定的 而且你根本就不知道 哪一天会发生 谁会拿这种东西来赌命呢 那人民币目前被这么多国家使用 为什么人家不愿意 拿它作为外汇储备呢 因为作为一种宣传系 但是钱还是要稳定一点的好 什么叫稳定 老牌的 有信用的 没有崩溃过的 这些 心里有底 而人民币不是这个东西 甚至我告诉你 有很多国家在跟人民币做交易的时候 在用人民币作为进出口结算的过程中 还是从中国的央行贷的款 还是因为跟中共这个政权搞得比较好 掌握了财富密码 喊两句 我们只承认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南海是中国的 对吧 都是靠这些东西在中国拿到的 这种贷款 份额 原先是爱美元计算 现在也是爱美元计算 但是他们拿到的是人民币的额度 用这个额度来买你的资源 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开心的事 然后他还可以腾出手来 把他本来应该用于跟你交易 必须使用的硬桶货 比如说美元 存在自己的央行里 这就是现实 中国把资源放出去 把产品送出去 拿到手的还是人民币 你认为作为印发人民币的央行 会开心吗 作为有权力签发 人民币到底能印多少的 中央政治局的这些常委们 真的那么开心吗 好了 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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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